我们的栗子 我们的蛋 我们都是特别选的 端午节吃粽子 不管是大小荤素 南部粽 北部粽 少不了外层 一定要用粽叶包 一般人拆开粽子后 粽叶只能丢掉 但这油腻粘手的粽叶 有些店家却当成宝贝 老板拆粽时 小心保留内叶 因为这些都是要再使用的 二次粽叶经过仔细清洗 擦拭晒干后 据说包粽子时 不亦粘粘 还会增加光泽感 可别以为省了买粽叶的钱 反而更耗人力跟水费 鲜夹虾卷香喷喷 外带也用粽叶包 老板说这不是搞创意 而是遵循古法 因为用粽叶包炸物 透气快 吸水又散热 就连老字号的米糕店 外带也是用粽叶取代 免洗餐具 热腾腾的樱花香 吃起来 还有这个古早味 它用竹叶去把它包起来 所以带一点竹叶的香气 热腾腾的樱花虾米糕 外带包粽叶 老板说除了可以增加香气 又环保 少见的包装也成了另类削头 端午节包粽子 最外层的粽叶向来只是配角 拆了就丢 只要善加利用 其实是宝贝 接下来刘一清 两个带我佩如 谭高雄组合报道 对大家的路口 来 ION